凯德王妃去哪 大英版的甄嬛传 要不要这么诡异 如果不是向来连那种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川普 都站出来给英国皇室开脱说 谁都披过图嘛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可能真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瓜 但是现在连川普都不敢多说了 看来是真的出事了 姑且事情还不太小 说个八卦 当年川普在年轻的时候 还追过威廉王子 他妈戴安娜王妃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戴安娜王妃 那简直是英国人的痛是吧 好我们说回那个凯特王妃这时候 咱高低不论处处透露着诡异 咱先往小的时候 最早呢就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然后最后一次露脸 以后就再没出现过了 可能咱中国人理解不了 这两三个月没出现就没出现呗 对吧至于吗 不一样 英国王室最大的工作呢 就是参加各类的活动 什么项目竣工啊 慈善晚会啊 什么外交 事宜啊 落大的王社 现在人他都不够用了 所以啊 很多英国人就开始琢磨了 这人去哪了呢 对吧 毕竟凯特王妃呢 他属于平民阶级 这么多年的口碑 在老百姓那儿也不错 还是非常有乐度的 然后就从今年开始 各种诡异的事 就一件一件出来了 先是说 查尔斯国王得了癌症 你说要说是巧合吧 这也没法说 毕竟国王去世了 那威廉王子就会成为国王 那他是凯特的老公 凯特就会成为王后了 你说巧不巧 据说这个威廉和他爹是一个路子 在外面有个小山 这个小山也是个贵族 叫做罗斯 然后就开始说了 说凯特王妃被这位大姐给捅死了 证据不明确 但是有说 一月份王氏发了一个通告 说凯特在住院 而住院的理由是腹部手术 那到底因为啥去做腹部手术 是割个难尾 还是对吧 具体病因也没说 而且这么敏感的时机 就是可能未来一到两年内 威廉王子就可以聚位做国王了 如果凯特死了 然后威廉如果取了罗斯 那罗斯就是王后了 所以这个事情架不住差 这作案动机也就有了 是不是 当然了 大家现在是可教财 也没个实锤 但是没错 但是这位姐姐竟然在前两天 站出来说 凯特的消失 跟我没有毛线关系 我去 这个操作就省了 对吧 你站出来 而且还很官方 多官方的 就是让自己的律师授权 律师说说 这个没关系 你否认 你到底在否认个啥吗 对不对 你又在承认个啥吗 反正我是没有看懂 你是不是相当于在这个地方 挖了个坑 买了三百两银子 然后在上面竖个牌子 写上此地乌银三百两 对吧 当然诡异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就在这个档口 号称最帅驸马的金士顿 开枪自杀了 反正呢 现在警方呢 包括官方呢 啥也没说 就是说自杀 你就品 这哥们呢 娶了国王的妹妹 不过呢 他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他曾经和凯特王妃的妹妹 谈过一段 他们的家和凯特家的关系 一直很不错 再看看这个时间 2月底 2月25号 也就是凯特王妃消失了 三个多月 网上出第一波热潮的时候 潮起来的 那个时候他自杀了 现在呢 就王室也坐不住了 好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就各种放凯特王妃的消息出来 不过搞笑的是 不知道是他们的公关团队 批图批得太差了的 还是压根就没有找专业的团队 来做这个事 每次放出来的照片 全部疑点重重 说白了 就是批图批得太 推补专业了 你就看看 一个图被网友找出了16个漏洞 要让我信这个网友 不是专业机构呢 我也很难说服自己 大家去评 为啥网上批图千千万 英国王室就能这么被骂 被整出来不专业呢 多说一个事 就在前几天 凯特王妃的热度刚刚下来的时候 网上又传出来一个消息 说国王死了 瞬间全网的热点又过去了 王室的人都快哭了 对吧 你还让我消停不 然后一查 发现是俄罗斯人在背后造谣呢 反正我是尽量的冷住不肖 英国国王去世这么严肃的事儿 俄罗斯媒体说报道也就报道了 他一点都不带求证的 而且搞笑的是 他们不是一个媒体在说 而是好多个媒体一起说 你要说这不是巧合吗 打死都会说这是巧合 对吧 反正就是这样的巧合 两年的多的时间里面 俄罗斯媒体没少做 大家都懂得为什么是在过去两年 就让你抹黑我不让我造谣你吗 对吧 俄罗斯人是懂舆论传的 说回来 就前天他们又放了一个视频 那我看了一下 反正大家不用去看了 主打一个假 特别假 反正假到连媒体现在都不愿意打假了 网民现在是一边倒的不行 但我就想问问 王室的这个公关这么不专业的吗 就这么不专业的机构 现在还在谋划说付出计划呢 业以继续的谋划 这个事儿那就很尴尬了 越谋划就越说明这个事儿很大 是吧 活能消失 最简单的自证方法是什么 就站出来走两步呗 那为啥不走两步呢 除非他不是活能 是吧 又再给大家再说一个诡异的事儿 就是他们家的二王子 安德鲁王子 那哥们呢 就是好多年前不是跟爱波斯坦 就那个罗里岛事件 就是被搞过一次 那已经是五年多的事儿了 结果就在这种网飞 也是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网络媒体之一了 网飞上线了一个新片 要把这个事儿再传播一遍了 而且还是全球传播 片名极其的炸裂 叫做黄世丑闻业 这个时间点 它又是巧合呗 对吧 到底谁在弄王上呢 你们琢磨琢磨 我放一晚的没事儿 我说我说我 你肯定就有事儿